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今年世界地球日总统要来接见环团 那么潘仲正老师说 遭交工房是绝不退让啊 但是环团敢大声拍桌子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为你叫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立法委员林一华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林一 大家好 日文宣布要把辅导的核废水排放到太平洋 执政的蔡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大的抗议动作 如果说今天是大陆倒废水的话 相关单位或是国内环团会如此的忍让吗 李文 当然这是一定是双重标准的啦 但问题是说 当我们的驻日代表满口胡说八道 而且讲的都不是事实的时候 真的令人也太傻眼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袁能备主委接受质询的时候是怎么回答的 很多东西他不是专业嘛 他不是专业 他讲话的时候 他导致你们仔细说 所有的电厂都有在台上 我哪知道我们现在的他会 那我们就知道就好 他以为他会以这个一般人的这个认知 他就会讲这种话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所以意思就是说 谢长廷他是路人甲嘛 所以说他只是他以一般人的认知 他是驻日代表 他不是一般人的认知 他是要代表我们中华民国 就这件事情去跟日本政府交涉的人 他居然搞不清楚 然后还一直说 我们台湾怎样怎样又怎样 问题是在台湾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他不专业 他可以去请教专业的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谢长廷说了哪些瞎话 谢长廷说 加藤官方长官说 中韩包括台湾 都是把韩川的议题排放出去的 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周围环境有不良的影响 谁什么时候我们把韩川的议题排放出去啊 哇这也实在是太离谱了吧 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原能会主委就说 他不是合工专业啊 我哪知道谢大使会用一般人的认知去说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人好像也没有人这样子讲吧 他这个认知跟大家都不一样吧 他说啊台湾的炉心冷却水也排放入海 这就讲得太过了 所以呢是不是讲得太over了呢 谢长廷不只讲这个 谢长廷又说了 他说其实啊我们的合一合二场 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废水没有出力 就排入放海而引翻碧鲦鱼的争议 谁跟他讲的 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 碧鲦鱼是因为喝了合一合二的废水 所以变成碧鲦鱼吗 奇怪了咧 谢长廷是被谁托梦 宋七立跟你讲的吗 台电总经理就跳出来说 碧鲦鱼不是河水造成的 是因为海水的水温太高 这是完全两回事啊 而且废水跟污染水是不一样的 台湾绝对没有污染水 所有的核电厂都有所谓的冷却的啊 废水啊等等的 但是这是没有含川辐射污染的水 跟这个福岛当时出世 整个如星融化整个外泄 然后他们才用这个水去处理 然后被辐射污染 这是完全天差地别 谢长廷他这个不是没有做功课 自己胡说八道 他还栽赃台湾耶 他现在的意思是说 台湾有什么资格去跟日本讲 台湾自己还不是一样 前科雷雷 你拜托帮帮忙好不好 他已经不是帮助日本而已 这根本就是有叛国的嫌疑了吧 好 这个 我们看到呢 就反合团体啊 都一直不断地出来 但是呢 这个 这一次呢 这些环保团体都没有出来 那我们看到呢 这是新党的年轻人去抗议 好 洪汉廷就说了 民进党主张反核 但是面对核废水却只敢关切 不敢大声抗议 民进党是假反核 珍贵日 谢长廷应该是让台湾丧权辱国的驻日代表 该下台才对啊 好 那我们看看啊 人家韩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南韩大学生真的很凶悍 连续已经五天四夜 在日本驻韩的大使馆前面静坐 而且还落法替光头表示抗议的决心啊 这是南韩 那所以你看 人家呢这个国际原子能也不敢忽视这件事情 总干事就说了 南韩在原子能的领域拥有很多的人才 希望南韩专家可以参加监督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的国际核查组 如果不是因为南韩大声抗议 那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会这样子讲吗 那台湾呢 台湾也有很多原子能领域非常优秀的人才啊 那美国跟日本不是说台湾跟他们是哥们吗 是好兄弟吗 那台湾的专家可不可以去参加呢 监测海域的安全民众就会放心了吗 我们的原能会主委说啊 我们已经有编列1.28亿的预算了 提出国家海域放射性物质环境辐射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是要做 监测计划是看我们的海洋有没有被辐射污染 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有核污水要倒入海里面 那不能够两年前先把它阻挡下来 让它不要倒进去吗 等到倒进去的时候 再监测已经污染了不就来不及了吗 立委高津宿媒就说了 哦 莱猪进口都坐得里里落了啦 这个检测把关 老百姓都不相信了 那民众对于核废水的入海管制监测 还会有信心吗 又会不会又监测不到了呢 这么多的美猪进来 台湾通通都不见踪影了 那更何况这些核废水倒入北太平洋 你们觉得我们的核子能委员会 可以监测得到吗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放心吗 我想大家应该是觉得蛮七上八下的 不过朱日代表 朱日大使谢长廷的发言是来自于外交部的训令吗 是吗 不是 不是来自外交部的训令 没有 那他不是我们外交的 他不是我们朱日大使吗 是 所以请问一下外交部给朱日大使的训令是什么 是转达元能会的关切 还有相关的书 元能会不是关切哦 他是表达反对哦 这么严重的事情 外交部只有表示遗憾 只有高度关切 只有转达元能会跟渔业署的反对 但是我看不到国家立场的反对 这是让我觉得 身份外交部的官员 没有肩膀 没有骨头 外交部不敢对日本表态 只说要配合元能会 但是元能会明明是说反对啊 怎么外交部变成了关切呢 难道这是我们的官方态度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议法委员 因为朱日代表在脸书上乱放话 外交部却没有纠正 难道这个大使是完全不受我们外交部的节制的吗 昨天刚好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因为元能会是属于我们要负责监督 从昨天早上9点开始 好多委员都问有关于朱日大使 那个帮助得住 那个朱日大使在脸书上 4月9号跟4月14号连续的贴文 问到底他的正确性 我不知道谢大使远在日本 有没有觉得自己脸很肿啊 因为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 每次问 每次这个主委就说 他的内容都不是事实 那可是呢 我们问外交部 昨天来的这位秘书长 他竟然讲说他会转达 我们都说可以撤文吗 他说他会转达 说他这样说法对吗 他说他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他 我就不知道说他是身为一个 领我们台湾纳税的钱 他是外交部的官员 是我们的驻日代表 就没想到贴文可以这样子 刚才我觉得讲得很好 丧权入国啊 里面竟然答 就诋毁自己 说我们的核电厂也在排废水 然后来帮助日本说 好像现在这个部分都没有问题 但是两者天差地远 那个是核污水啊 我们呢 这个部分就是一般的核电厂 在处理一些核电厂的 相关的正常的程序 而且昨天比较特别是 民进党还想要带风向 还想转到说 什么听说中国大陆的核电厂 也是一样怎么样 跟日本一样 还好昨天原能会主委 都算专业了 他的回答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驻日大使 可以这样乱讲话 结果外交部没有一个人拿他有办法 文也不测 然后呢 外交部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表达过抗议 没有表达过反对 在我们心目中 只有这个驻日代表的言论 代表外交部的言论 现在冲在前面表达反对的 只有原能会 我真的觉得国家 真的要这么悲哀吗 对 而且你看了 现在呢 等于是这个谢大使的 这个脸书po文 已经被原能会给打脸了 认证根本是错误的 因此国民党就说 要来举发说 现场庭室散布假讯息呀 那到底警政署会不会法办呢 我们来听听看 徐国勇部长怎么说 国民党要举发他们是 发现场地是假讯息 这个我不知道这件事 这原来会有认证说 他已经是错误了 就说台湾的核废水 跟这个核废水是一样 我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回答 怎么会这样问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议题 怎么可以这样问呢 好 但是呢 驻日代表公然说 台湾在倒核废水 而且还说台湾因为倒核废水 才出现密鸟雨 这是不是真的是散布假消息 而且是有损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呢 他这样领我们国家的公堂 到底有没有失职的问题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所以这个徐国勇部长 内政部是不知道呢 还是是不敢办呢 政府官员一个个带风向 或是戈壁向外弯 那么现在林嘉隆下台一鞠躬 而这两年对于改革台铁 难道这个没有落实 总领点报告的苏院长 没有责任吗 大家新闻同意 对徐部长太苛刻了 因为徐国勇其实泄系 虽然泄系已经泄系收看 被海派跟泳言会给纳编了 但是毕竟谢长廷是他之前的老板 你只要去办他以前的老板 这个比较那个 那因为徐国勇在苏贞昌的内阁 也不是很得意 被苏贞昌架空成这样 所以之前徐国勇才会跟陈嘉欽 这是陈局的人马 又闹得不愉快 当然这个徐国勇他讲的当时是骗人 你看我们中国时报都有写 这个原人会的主委 然后讲这个 因为谢长廷 这个是昨天的新闻 今天的报纸 可是谢长廷闹的笑话 那是上礼拜的事情 所以徐国勇一定知道 不过如果说国民党的 或是蓝营的支持 他够积极的话 你也不用管说徐国勇办不办 那个不是徐国勇决定的 不是内政部长决定的 你就直接到地烟署去告发他 不就解决了吗 买到不完而已 但是这个我们蔡政府 对这个日本的态度 就一向用跪的 这是当时这个赵田干夫 吴昭燮送的奖牌 我把他自放大叫做 我最敬爱的大哥哥 这个我们的水准就是这样 刚刚这个 这个郑立文委员提到说 新党去抗议 那种版面都很小 我们看看韩国怎么抗议的 韩国的朋友 这个踢光头 这个踢光头 对 人家是非常的积极 人家是非常的 就直接到他们日本的这个 驻南韩的大使馆去抗议 你看南韩的渔民 一百多艘的渔船 那当然是一个表态 他当然是抗议 他不是把船开到日本去 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的这个海域呢 所有可能被影响的渔民 人家是非常团结的 你看这个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直接呛这个NHK的记者 立马好的 这是两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水混为一潭呢 但是NHK记者的水准呢 其实跟我们的租资代表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也笑不太出来 你看看这个新党的这个场景 现在看起来人很多对不对 你看别的角度 其实没什么人啊 那媒体报道的也非常的有限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友台的民调 你看到这个民调会很难过 但是大家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 苏联昌要不要下台 因为台铁太鲁格号 苏联昌要不要下台 31%认为苏联昌要下台 不应该的53% 我们看林家龙 应该下台49% 不应该37% 所以观众们 你看到这个民调这种数字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说 为什么林家龙笑得出来 在交接典里很开心啊 你是我爱兄弟 歌都哼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请问大家 你认为林家龙不应该下台的人 那49条人命应该去死吗 我对我们这个民调数字的冷淡 我觉得很悲哀 你37% 林家龙不应该下台 那他们应该去死吗 很奇怪啊 你看台铁的准局长 他昨天讲说 我不是第一天上班 我已经上班这个三十几年了 你上三十几年 台铁烂三十几年 你是对了吗 你很奇怪 观众们你看哦 次长变部长 副局长变局长 这是升官 次长升部长当然升官 副局长升局长也升官 这些人 包括王国财 包括杜维 你们是潜在性的被告 你们除了政治责任之外 你们可能有法律责任 结果两个都升官了 他民调还想说 这个林家龙37%不应该下台 我真的觉得太难过了 也才几天而已 4月2号的意外 到今天 然后这些人 他们早就知道了 所以哈远宇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跟大家简单 报告时间 去年的10月 去年的12月 今年的1月 早就知道那个地方有问题了 同一个地点 已经有车卡在那里过了 1月就卡过了 然后你们这些人 唱歌的唱歌 升官的升官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社会 一点正义都没有 真是没有让大家感觉到 开心的消息 连AZ疫苗都不开心 昨天又新增了一例 严重不良反应的个案 是30多岁的一名男性 他在接种疫苗之后 出现了右脸的麻痹 是国内首度打了疫苗之后 整个颜面神经麻痹的案例 所以怪不得AZ疫苗 到现在为止打气非常的低迷 什么这个谁愿意打AZ疫苗呢 只有那个想要出国去 这个下工或者是去留学 留学生 他们才很积极想要打疫苗 但是可以公费施打的对象 好像都不大愿意打 我们来看 原本开放这第一到第四类 有61.8万人可以打疫苗 那么是哪些人呢 包括这个低线的医事人员 防疫的官员 因公要出国的人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呢 虽然说AZ疫苗来了两批 其实呢加一加还不到30万计 打不完耶 61.8万人呢 没有人要打 打不完耶 所以后来又开放了 现在第五类跟第六类都可以打了 是哪两类人呢 包括了维持这个治安等等 社会机能的 也就是警察还有宪兵 另外呢 第六类人呢 就是维持机构 还有社会照护系统运作的 就是安养机构啦 居服啦 社工等等 那么这第五跟第六类加一加 又多了86.8万人 有资格可以来施打这个公费的疫苗啦 所以说呢 这样有办法可以在五月底 过期之前把这个疫苗给打完吗 不知道啊 但是也有人说 搞不好其实是可以打完喔 因为呢 师承啊 很多人就说 到最后一定是军人跟警察 要帮忙打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使命必达 所以果然成真了 现在就是呢 这个吴思怀就说 凤梨还没有吃完呢 现在要挨针了吗 对啊 当年我们台湾跟以色列 常常拿来相比 以色列在三天前 说他们的施打率 降到八成 然后4月20号 他们说以色列人上街 不用再戴口罩了 我们呢 八成 以色列930万人 八成大概有8972 大概有720万 已经打完疫苗了 我们到前天为止 33404人 我们差多少 然后人家打的是辉瑞郁阳 我们是莫德纳 然后呢 根据 因为我们要讲话 要凭良心 不然到时候被罚钱 我们不是谢长廷 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说 在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300人出现 出现所谓的血栓问题 其中287人 跟AZ疫苗有关 我现在讲这些数字 包括这个奥地利 一个49岁的这个护理师 因为打了AZ疫苗 出现严重血栓 最严重叫做凝血问题 后来就过世了 现在最新的资料是 丹麦 挪威 冰岛 西班牙 葡萄牙 斯洛维尼亚 德发疫 等等国家 都停止打AZ疫苗 我们现在在打AZ疫苗 然后那些 当然有些自分也愿意打 就刚刚跟远宇讲的一样 有些要出国去 恰功要干嘛的 我们只有AZ疫苗 你没有别的疫苗好打 我最好强打这些疫苗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除了AZ疫苗 没有其他疫苗进来 而且刚刚远宇讲的 我们还是买了人家剩下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少期很短 就一个多月而已 如果这个没有打的话 就过期了 我们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我们是所谓 COVID-19防治的优等国家 怎么会最后搞成这样子 到底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打的疫苗 是目前最有问题的 他说哎呀 大家出来讲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还有其他很多疫苗 全世界 全地球 不是只有AZ疫苗 我们为什么其他疫苗买不到 而且买了 刚刚我们两位大委员这边 国民党的委员追问了半天 你是花多少钱 死不说 不说就是不说 老子就是不说 虽然买到人家不打的 剩下的 可能价钱很贵 我就是不说 不然你是怎么办 反正就打就好了 打疫苗 又跟疫苗打就掏笑 我觉得是什么态度 这到底什么态度 然后我们要打疫苗 就是说 比起COVID-19 打疫苗副作用 批一把 何必呢 我们可以打那种副作用 比较少的疫苗 对不对 我们要自费 也要自费那种 比较少的疫苗 一定要打AZ疫苗吗 我就觉得 我们台湾民众这种人很可怜 又不知道打这个疫苗 到底有没有风险 虽然风险不高 但是还是有风险 为什么不打风险 更低一点呢 我觉得 只有三个字叫跨连 对啊 不知道这些军警 有没有表达 不想打真的 没办法不想打 到时候 不打的话 那到时候怎么样 到时候升官就麻烦了 好 我们要来看到 丁一鸣他回任行政院的顾问之后 竟然传出 打电话到立法院长的办公室 心事问罪 赵浩康就批评说 这证明了 行政院其实没有把立法院 看在眼里 还能打电话到游锡坤 包装是呛立法院长 呛立法院长的助理 表示哇 这个权力很大 表示行政院 根本没有把立法院看在眼里 数字上为什么爱他爱到这个地步 数字上没有梗图了 没有网络了 没有一四五的 就不会治国了 他们之间有什么 什么不可告人的这个内幕 我们不知道 好 丁一鸣爆出 向立法院长的幕僚 心事问罪 国民党就批评说 根本是藐视国会 是不是因为苏奎藐视国会 所以丁一鸣才有样学样呢 但无独有偶的是 这藐视国会竟然还不止这一桩 民进党的立委陈寅 他跳出来批评 他说出审的时候 立法院明明是通过一个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的草案 但是劳动部竟然擅自篡改了 部分条文的说明栏 当中有很重要的东西被拿掉了 什么呢 丧葬的补助108万 以及永久失能月领2.4万元 竟然就被劳动部自己给拿掉了 这样子相差可是差了200多万元 陈寅立委很不高兴 他说不要以为立法委员都是傻瓜 劳动部的职安署长也承认 他说我们有作业的疏失了 所以劳动部今天擅自篡改 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的草案 难道真的是没有把国会给放在眼里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这难道是无心之过可以说得通的吗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奇怪的部会的做法 然后这种东西 这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作业的疏失呢 更改文字叫作业疏失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现在是鬼月不是七月才到 怎么现在就已经活见鬼了呢 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 已经越来越多这种光怪陆离 就过去你曾经在立法院待过的立委 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这个行政院的官员 当然是有样学样啊 你看这个苏贞昌 他不只是对立委质询的时候的 那种态度嚣张而已啊 他在当行政院的时候 所有法定要开的会议 他通通都可以不开耶 然后呢 他第一个被抓到 食安会议没有开之后 然后你就发现他什么 治安会议 毒品会议 一大堆会议 他通通都没有开耶 那请问一下 他有在怕吗 他有在在乎吗 当被抓到了以后 他脸皮厚得比城墙还厚啊 连一个丁一鸣 这么明显的一个违法的事情 公开出来说谎 就为了帮政府为事 然后呢 无辜的连累了我们这些优良的商家 下台了以后 居然还可以不离开立法 行政院继续的干 然后现在又堂而皇之的回来 这根本就是对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台湾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怎么可能会有政府官员 无耻到这种地步呢 你看这个台铁死了这么多人 你怎么可能普悠玛 死了这么多人之后 说要改革 然后结果会也可以不开耶 苏贞昌是连这种会都不开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台铁局长 要退休了 就因为苏贞昌跟林佳龙的不合 宁愿摆烂 不让台铁局长找一个正式的人来接 宁愿这样 那更不可思议的是 又死了49个人之后 居然就叫副局长生了 我觉得整个中华民国的官政 已经败坏至此 我们刚刚在讨论 谢长廷这种事情 驻外大使 即便他不是职业的外交官 你既然可以驻外 而且这么重要的国家 一定是有一定的威望的人嘛 怎么会讲出 这种非常不入流的话 所以我觉得今天 讲了这么的多 重点是 我们的老百姓 为什么可以 一忍再忍 忍了又忍了 然后呢 如果觉得看不下去 就干脆不要关心政治就好了嘛 一切都只要拿反中 拿中国大陆来党 就可以忍受所有的官员 这种荒腔走板 毫无底线 毫无廉耻的做法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美国中文拜登邀请了 40国领袖参与 气候变迁领袖峰会 面对剧烈变化的气候危机 各国都定出了减碳的目标 但反观台湾 似乎还没有看到 什么具体的作为 而行政院成立的能源 以及减碳办公室 去年竟然只开会 开了一次耶 立文啊 台湾有没有可能会变成 气候难民啊 有开一次不错了啦 比实安不倒错是不是 我们实安都没有开过 有开过一次不错了 不是说我们是最重视的吗 不是说台湾是最重视 这个气候变迁 要认真的减碳 所以我们要用绿能吗 结果呢 又是一个口号治国 梗图治国 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 我们看到 40个国家的领袖的气候峰会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这个习近平 跟刚刚上台的拜登 不能够参加实体会议 就来个这个视讯 那么拜登呢 他当然就跟川普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川普是反对 气候变迁的 拜登就赶快宣示 美国在这上面的一个立场 免得世界领袖的位置 被别人取代了 所以呢 拜登就宣示说 10年之内 他要把碳排给减半 好 那中国大陆呢 一向都不断地宣示 他们对于气候变迁 非常的重视 所以呢 就齐了大陆气候暖化对策 而且发表重要谈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台湾在气候变迁 绩效的指标的国际排名 究竟是如何呢 政府不是说他们很重视吗 结果我的天哪 很糟糕 所以呢 温室气庭排放的部分 我们的评比是叫做非常差 然后呢 总共是只有61名的排名 我们排第几 我们排第59 还好还有第60跟第61 再生能源发展 叫做非常差 再生能源不就是民进党最重视的吗 说我们做得多好又多好 好棒棒吗 结果我们的排名也是59名 哎呦 能源的使用也非常差 意思就是非常的浪费了 或者说在能源使用上面 用了很多很肮脏的能源了 好 排名是55 我的天哪 气候政策是中等啦 27 但有政策没有用啊 有政策 但是在排放上面 在实际的落实上面 这么的低落 总评分排名第57名 真的是 也算是台湾之光啊 好 上任之后呢 就成立了能源及减碳办公室 蔡英文宣示 她对于这个减碳的重视 但是呢2020年的12月30号 在过年前跨年前开了一次会 好 江启臣就说政府什么都不做的话 台湾是会变成气候难民的 不要忘记台湾是太平洋的岛屿啊 可是气候变迁来了之后 首当其冲 海水上升灾难就来了 另外民进党不是一天到晚都高喊 2025的非核家园吗 连公投通过了 蔡英文都不认账 都说我们还是要2025非核家园吗 结果呢 我们看到燃煤的比例 在2015年是占45% 到2020年到去年也是占45% 根本没有减少 其实几乎是没有动嘛 有啦 0.4% 好啦 0.4 0.4啦 那2025的目标是30% 有可能吗 燃气的比例呢 本来是30.6% 现在增高最多的是燃气的比例 增加到35% 这就是为什么藻礁要被牺牲啦 那但是呢 到2025要增加到50%耶 会不会太高了一点啊 哪一天台湾海侠出事 或哪一个货轮又卡住的话 那台湾的电不就很危险了吗 好 最 他们这个民进党最喜欢的 最干净的风电啊 光电啊 2025的目标是要占20%喔 可是呢 从0.9%到现在只剩下 2.9% 不是29%耶 那从现在的2.9% 5年之后可以变成20%吗 看起来您会有信心吗 但重点是说 还是有非常高的比例 是靠燃煤 那么台湾火力全开的情况底下 恐怕我们在排碳上面会是后端班 但是问题是说 当欧盟已经开始要开征碳足迹税的时候 台湾这么多的出口产业 尤其是高科技业 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严峻 而且现实的冲击 因为我们的电不够干净 不够绿 没有核电做得到吗 对 所以台湾被誉为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全世界 我记得中火是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所以我们是火力发电之岛 另外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是诈骗王国 是在全球著称吗 这一次被骗的 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的副主委翁博中 他退休之后 去年又风光回任 但是呢 在退休期间 接到了假检警的电话 骗他说 他的账号被歹徒盗用来洗钱贩毒 要冻结账户调查 结果呢 他就领了358万面交给歹徒 诈骗集团成员被警方逮捕 一度还想装傻 但警方早就握有多项证据 因为这回被害人 很特殊是一名高官 原来前年六月 诈骗集团乱枪打鸟 打给温伯宗 自称死法人员 并表示他的身份 移遭歹徒盗用 去申请电话号码和账号 涉嫌洗钱及贩毒 需要冻结账户调查 温伯宗信以为真 领了358万现金给对方 诈骗集团则给他 卫造法院公证收据 和管制令公文书 温伯宗事后察觉 异状报警处理 但钱早已石成大海 好 又是假检警的诈骗老梗 但这次很特别 因为歹徒假冒 他是特征组的张姓检察官 要求温伯宗要来配合侦办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因为特征组不是在2017年 蔡政府一上台之后就取消了吗 所以担任独立机关的主管 这么大的一个官员 好像对我们的政策蛮陌生的 当然这个NCC的副主委 在我们社会医院里面 他确实是被害人 对被害人 我们对被害人都是爱与包容 这个以前马政府的时代 有一个内阁的部会首长 他也被骗了 被骗了120万 那么想说那你当过部会首长 他被骗的时候 他是国社顾问 那怎么会被骗呢 所以我们对被害人 那我也要跟观众报告说 这种的诈骗 他是乱枪打鸟 他这撒网都撒得非常的大 那我们之前看到很多 什么医生 大学教授老师 看太多了 那我自己踢爆一下 我们记者都有人被骗了 所以他也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 连记者给我们骗 不然不是我 我很难骗 我想说这个实在是 诈骗的非常的那个 但是我对这个副主委 虽然他是被害人 但是我账要跟他算一下 来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简介 这是他的学经历 他在NCC的官方的网站 他的学经历 那这个是 他当学经历非常的丰富 这是维基百科 更详细的列出 他哪一年在做什么 每个维基百科都这样 我们回到NCC的官网 官网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一位NCC的副主委 他有他的专长 数页有专攻 但是他的专长 他的学经历 跟新闻传播是完全没有关系 他是跟电信工程比较有关的 好 那我就要问了 因为这个 这个华市都已经上架了 在NCC处理中天跟华市的时候 我请问观众朋友 他有用一致的标准吗 他被骗了 我同情他 可是汪博中 翁副主委 包括NCC的七个委员 你们在处理中天华市 你们标准有一致吗 华市上架的 请问大家 华市的收视率是多少 华市的收视率跟开机率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被 中天被关掉的唯一理由是什么 就是监督民进党太认真了 你就准备下台吧 你不能再有下一个韩国瑜 不能再有下一个Kimmaker 中天就被关掉 所以很多网友都讲说 还我中天 你看到NCC的副主委 我们没有要笑他 但是他在处理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七个人 他们决定把中天的执照 把他停掉 那这个东西一定会记录 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说 中华民国第一个被关的新闻台 是在蔡总统任内 是在民主退部党的执政任内 他被骗 没关系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就觉得说 你现在看到52台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 他没有定品 52台还是空台 可是看到52台被华市 当然华市在进驻之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就是现在的52台 跟以前的52台差太多了 一个是强力的监督执政党 一个是执政党的赴水组织 好 不过呢 其实讲到这个诈骗 很多人也说 很不希望的事情就是说 会不会我们的猪肉仪表板 其实是在骗大家呢 萊猪从今年元旦开放来台湾 已经有这个四个多月了 根据猪肉仪表板的统计 这个进口猪肉呢 已经超过了2万公顿了 但是萊猪的数字 目前还是挂零哦 可是我们的摊商啦 加工业者通通都说 我们用的是本土猪肉啊 那到底这些进口猪 到哪里去了呢 结果呢 我们的农委会 跟我们的卫福部的 主管机关的这个长官 他们的说法 竟然完全不一样 国外的进口的猪肉 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是走所谓的加工 因为他们进来都是用冷冻的 那其余的两三成 才会到市场通路上面 不多 我想不好意思 我们的猪肉里面 有七成的 现在都在仓库 以卫福部为主 因为我们主管到屠材厂而已 屠材厂以后的 或者是进口进来的商品 那个都是卫福部的 两个所讲的不同调 必然有一个以上的人在说法 有可能两个都在说法 说那个是谁呢 就陈一座 农委会的副主委 打脸他的长官 说你去听卫福部长 陈时中讲的比较对 所以到底是进口猪肉 到底是去哪里呢 是去哪去加工的呢 还是是还在兵在仓库里呢 还是以上皆非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 议华委员 所以政府说不清楚 到底进口猪肉 到哪里去了 难道真的要全民发起 写寻美猪来确保食安吗 我真的觉得 现在的政府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委跟副主委 都农委会的 讲法不一样 让副主委说 你去听卫福部部长讲 可不算是对的 那但是以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就觉得很纳闷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个戏者会 请大家照顾看 美国猪到底跑哪去了 因为以下来说 进口猪带占了所有猪肉的一层 那在这一层里面呢 其实美国猪带占了7% 然后还有是内脏 其实大家很担心内脏嘛 内脏呢 其实也占了全部进来的内脏 美国内脏占了14%这么多 可是请问现在大家去外面吃东西 你有吃到跟美国猪 有标章写美国猪的吗 应该完全没有吧 完全没看到 所以到哪里去了 就问呢 这个陈吉仲说 七成到加工品 但今天交品看了 没有一个交品写美国猪啊 然后呢说三成到超市 我们也没有看到美国猪嘛 那结果呢 陈时中说 其实七成还冰在仓库里面 所以我们就 今天到底谁说谎 那两边都兜不起来 可是因为陈时中 重复两次说七成在仓库 那我就要说了 如果真的七成在仓库的话 就代表台湾民众 对于因为莱猪怕莱猪嘛 所以让厂商虽然进了美猪进来 也不敢到市面上 就知道民众对莱猪是多么的害怕 结果呢 我觉得现在 我们的政府还是一意孤行 完全都不愿意来听民众的心声 然后呢 再来了 我就以现在来讲 这样就乱七八糟 还告诉我们信誓旦旦说 我会把流向都管得很清楚 结果呢 现在陈时中跟陈其中 说法就不一样了 到底美国猪去哪里了 说法就不一样 然后问流向到哪里 也讲不清楚 如果说现在 真他们说的啦 都是目前是没有莱猪状之下 你就讲不清楚 流向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公投完 万一啊 大家觉得自己的权力不顾 万一真的 因为铁龙公投 达不到那个投票率之后 如果啦 这时候呢 进来了 到时候流向会跟我们交代得清楚吗 现在就里里拉拉的 未来怎么可能会做得好 所以这还是要拜托大家 这时候权力真的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怎么样来顾食安 要不然你看现在日本如果再排个 哇 这个河的污水 以后它猪肉也不要吃了 于是产品不敢吃了 这很恐怖 我们问他要吃什么 所以这时候食安 一定还要把自己顾好才是真的 对啊 会不会以后只能吃鸡肉 吃凤梨 看起来现在 吃凤梨 凤梨很安全 好 OK 还有高利子 除了食安 那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很重要 万一打仗怎么办呢 国防部说我们要推动 后备动员署 部长邱国正就透露说 打算要把公庙义勇 也纳入后备组织当中 哇 所以以后我们就会有 这个公庙义勇军团 来加入我们的部队吗 好 但是这个退役的少将 于斐城就说 这手法好像有点怪怪的 因为这些公庙义勇 按照道理来讲 没有办法纳入后备动员 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解招 真的要作战的话 他们应该会被编到各地的 这个叫做装部旅 或是积部旅 不应该被分到这个积勇 这个义勇的编制才对啊 他们是主力 不是这个后辈 因为他们其实年纪是比较轻的嘛 好 但是你知道吗 时代力量在过去曾经说过 中国势力渗透公庙 早就不是新闻了 亲中人士 中国资金大量渗透到台湾的公庙 甚至上个月蔡总统去参拜的 北港朝天宫的董事啊 还有荣誉顾问啊 都是统促党的人马啦 所以呢 其实这些公庙值得相信吗 时代力量觉得说 他们其实很危险喔 好 那PTT也在讨论说 哇 这是不是开玩笑啊 那是不是要汉光演习动员项目之一吗 台湾要准备养民兵了吗 也有人说 那这个是不是直接编成一个诗 叫做八加九诗啊 来支援前线啊 好 宫庙人员的团善能力 等级相当于宗泡塞啊 所以他们有这个特别强的能力啊 在后辈动员的时候 可以帮大家煮菜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师承啊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的国防部长说啊 要把宫庙义勇 给纳入我们的动员范畴当中啊 问题是啊 你看呢 过去林非凡不是说 宗教界还有大陆系统呢 是互相联通 对台湾红色渗透吗 所以民党怎么现在想法又改变了吗 突然要派这些 宫庙义勇上战场了吗 我强烈怀疑 但是邱伯正也被渗透了 我知道啊 我觉得配合好了 邱伯正应该已经是被飞颠 而且邱伯正前两天还被那个 我们立文叮啊 说你说我什么 说什么 叫做那句话什么 他一直质疑他 说你 我又扭曲你的话吗 你知道吗 如果说真的 你知道他 这个所谓什么是后 后备动员署可能会 叫做战时会被灾害抢救能量 我就开个玩笑 如果真的被对岸渗透的话 抬一个郑思成啊 抬出来 哎哟 这个 这个还能打仗啊 把他丢到路边 把他踹死 能不能完蛋了吗 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都很可笑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这种 后备动员能量 你为了要人力不够 就是到处去动员 现在动员到公庙 我怀疑就说 到时候是不是鸡同起架 请来天明天降 现在我们有千军万马呢 不怕啦 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远夷 打仗最重要的是 心里面的建设非常重要 当年国军在对日抗战的时候 不是没有食物 吃到皮带 吃到皮鞋 吃到芒草 打到最后一兵一组 打到整个师都灭掉 为什么 我死则国生 你如果没有那个心里的建设 请问一下 找这些人去打 你知道动员到这些人 已经是打战的后期了 你还有信心吗 你还能打吗 你还动员到人力吗 这都是 我觉得这就是国防部 很奇怪的这个谬想 你知道吗 现代的战力 都是非常的精密 非常的大 就是说那种毁灭性的武器 非常的多 你动员这么多人 请问这些人到后来代表什么意义 就表示你快完蛋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 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知道吗 不要再去想 说打战到后期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那都不营养 非常的不营养 国防部现在要做的事情 不是取悦美国 不是取悦金上 是怎么样 让你现在的战力 能够不要再增加无畏的 这样的负担跟设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环保团体今天面见蔡总统 预料会谈到藻礁的议题 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 就指示说 这个三阶工程 现在要评估往外海 来移动的方案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本来说会缩小 后来环团不买单 后来又说要外推 但是外推之后 其实行政院的说法 也是觉得说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提对 只好说希望外推 希望让环团能够买单 可是你看如果我们外推的话 最快也要再多花两年的时间 而且先警告你 如果外推的话 就很难避开2023年 可能开始会有 供电缺口的问题 好那么事实上 政府一直希望 能够跟环团好好沟通 所以之前不是派过了 陈其中还有林飞凡去 和环团的潘老师见面了吗 今天是总统要亲自出马 在世界地球日来接见环团了 好那么潘中正老师怎么说呢 他说和总统见了四次面 还是看不到希望 才会无奈地诉诸公投啊 那么接触过的政府要员 都承认三阶案是政治决定 而不是专业的考量 认为政府呢 至今还拿中南部民众的费 来威胁人民 好潘中正老师到目前为止 这说法是说呢 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其他方案 一定要这个三阶迁移 离开桃园的大潭藻礁区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议华委员 因为其实过去环团 通常呢在马政府时期 对政府是蛮强硬的 但是现在呢 面对蔡政府 显然看起来 已经听不太进去环团的诉求 但环团人士好像还是很客气 那总统不是有说过说 听不见的话可以拍桌子吗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敢 对总统讲话太大声 其实你看潘老师说 已经四次了 今天等于是第五次 我真的觉得他们对民进党 执政是很客气了 去了四次就根本没有理他嘛 其实这个案子有那么争议 因为从那时候环平的时候 其实只有十个委员在现场而已 而且几乎都是政府派出来的 环平委员 那一般的民间呢 那天都是用缺席的方式 然后到现在你去了四次 都没有听到 我觉得今天还去 真的是很有礼貌啦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应该就不要去了 然后现在派的人去沟通 你就说 其实民进党宣传真的很厉害 它所谓缩小 缩小的是工业区 但工业港区的时候 还是很大啊 还有呢 你说往外推 往外推 难道桥是浮在海上吗 它也是要必须要打到海里嘛 所以到海里的时候 像以它目前的方案来讲 其实就已经要三百多的沉箱 沉在海底里面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 事实上 藻礁跟施工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近嘛 怎么可能叫做说 我今天就算外推 而且藻礁是生态系 它又不是说 我今天在这儿 你在那边施工 就不会影响到我 有些都在地底下 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一直想要 想各种方式摸头 再将环团有一些 过去可能民进党 有长期的感情 然后在中间呢 就一直想要那边 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可是我觉得现阶段 因为公投已经成案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案子 已经不是是谁的案子了 它已经是全民的案子 所以我也认为说 其实环团现在 必须要尊重人民 因为已经是人民的 意愿的表达 所以三阶过不过 政府也必须要尊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其实最好的方案 其实政府是停工 不是一直想要去摸头 提新的方案 就是应该停工 等待公投的结果 我觉得这才是 在现在这个阶段 政府最应该要做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内容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的这个环保团体 对于政府 在马政府的时期 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这一次 是和总统已经见面了 四次都没有机会改变 所以才说要来公投的 那么现在总统今天接见他们 会改变什么吗 当然不会 看到蔡总统因为今天世界地球 是做这种假动作 我请问观众朋友 年金改革的时候 年改团体如影随形 年改团体求见蔡总统 刚说潘中正老师见蔡总统 今天第五次了 蔡总统接见李莱熙他们几次 零次 一次都不接见 没有都没有 这个就是蔡英文 蔡总统之前接见 法制的团体的时候 讨论一个案子 现场打电话给大法官 大法官真的来了 你是co-center 你真的co- 法官 真的来 你有没有点格调 你今天把 刚刚哈云讲说 有没有用 因为公投进入二届 它是不能策案的 它只有一条路 就是828去公投 那蔡总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把你们这个 糊弄一下 看看公投可不可以 不要过关 但是我对环保团体 我是有意见的 我们就事论事谈 潘老师他们说 绝对不能盖这里 那我也同意 那我请问盖哪里 不就 问题就出来 你说你坚持这边不能盖 我也认同你 那台湾就这么大 台湾是个岛 那盖哪里呢 我就盖郑士诚 他家旁边 这样子应该就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环保 它不是无限上纲 它一定得跟 经济开发有一定平衡 那我们2025的 这个非和家园 是民进党 民主退部党 给我们的支票 2024蔡英文就下台了 可是2025这个账 我一定要跟他算 蔡英文的承诺 下台一样算账 你妈我怎么办呢 他说民生用电不会涨 我才不相信 你通通都绿能之后 这个燃气发电 电价是一定涨 电价一涨 万物就起涨 这个非常的离谷 虽然蔡总统下台 我们一样如影水形 随着蔡英文问 你当初的承诺跳票了 那是不可能实现 2025